剛才的概念,假設你們以後如果做一些實驗,會得到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就是類似紅色的叉叉叉叉叉叉得到的數據 這些數據你要看看說,這看起來會不會像是一個常態分配 那常態分配藍色這條線,這個常態分配它是有公式可以去算的 所以有公式去算就可以去畫出它的這個圖出來 那你要看這個紅色的跟你的藍色的線之間到底有沒有match 那所以你就必須類似去把你的這個紅色就是觀察值 紅色就是觀察值,那你的藍色就是你的期望值 那你就要去跟它對嘛,這邊就會對到一個東西 這邊也會去對到一個,這邊會對到一個,類似這樣對到一個 你就是類似把它的這個這邊所對應的隨機變數值 去代入公式得到一個對應它的值 這個就是它的期望值 那期望值跟觀察值,反正你就把它列成一個表 對不對,那就可以去算 用卡方檢定去看它到底有沒有很接近 類似這樣的一個結果 OK 好,那我們剛才看的是一個維度的 所謂的一個維度就是只有一個隨機變數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看兩個隨機變數 它們之間的獨立或相異的關係的話 那我們可以先用所謂的這個列連表 先去把它的資料統整在一個表上面 統整在一個表上面 那統整在一個表上面 這個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例子 就是說假設這個一個變數是1月 一個橫向的變數是什麼感染的部位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一個表 那就是一個二維的表 那這個二維的表呢 裡面當然就會有列跟行 所以橫的叫列對不對 要搞清楚 橫的叫列,叫rho 那縱向的叫什麼 叫行,叫colon 所以我們說行列式 以前說行列式 那當然行列式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行列式當然不要搞錯啦 行不是橫的 行是橫的 行是重的 列式橫的 那你就把 反正你的觀察值 第一列第一行就是你的第一個category 這個變數的第一個category 跟橫向的這個變數的第一個category 它的觀察到的觀察值就寫在這邊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類似一個矩陣的東西 c11,c12,c13 然後第二列就是c21,c22,c23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之後呢 假設我們現在只有兩列三行 那當然幾列幾行是dependent你的問題 那反正你就把它寫成一個表 那這個表就是一個列連表 那這個列連表我們接下來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算它的每一行的總和 跟每一列的總和 然後再加上什麼 total的總和 那當然這個裡面觀察的值是什麼 觀察的就是觀察到它的頻率 它的頻率 好 那 這樣把它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我們接下來還要再準備一個類似的表格 也還是一個二乘二的表格 就是二維的表格 那這個是觀察值對不對 那我們說觀察值都要對應一個期望值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的這個東西不是都是這樣嗎 每一個觀察值都要對應一個期望值嘛 對不對 剛剛這是一維的嘛 那我們現在變成二維也是一樣 二維也是一樣 二維的話 一個觀察值你要對應一個什麼期望值 所以我說要另外準備的意思就是 其實你可以把它寫在它的旁邊 就是在這樣一個matrix裡面 這個是一個觀察值 那你可以把它旁邊刮弧起來 寫它的什麼期望值 那它的期望值怎麼算呢 它的期望值的算法呢 是利用 假設你是CEE的話觀察值 你就是用第一列的總和 第一列的總和這個嘛 乘上第一行的總和 然後再除以它的總和 這就變成它的期望值啊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一個expectation 然後就是說 從整體的數據上來看 它的期望 它的預期的值是什麼 那這是它的總和嘛 因為除以它的總和 那這是這一行的總和 加上這一列的總和 這是等於是這一行的總效果 加上這一列的總效果 相乘起來 再除以TOTAL的總效果 這就變成是它的期望的概念 反正這個意思不懂也沒關係 你就把它記得背起來就對了 這是它的一個expectation 因為你看第一列的總和 是不是代表它第一列 所有發生可能的什麼的情況 那第一行的總和 是代表第一行 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把它綜合起來相乘 代表相乘就代表它的總 TOTAL的效果 再除以它的總和 就變成是它的期望值了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每一個 每一個網格 這是一個table 每一個table裡面都一個網格 這個網格裡面的每一個期望值 你就可以利用這個公式 去把它算出來了 算出來了 算出來之後 你當然就有了什麼 觀察值 有對應的期望值了對不對 那我們再做卡方檢定 雖然它是一個二維的 但是接下來做的卡方檢定 就一樣的東西啊 就是一樣的東西 那卡方檢定還是一樣在觀察什麼 觀察在量測觀察跟期望的差異啊 還是在做這個measurement 那只不過這時候它的自由度會比較複雜一點 自由度因為它這邊限制到兩個變數啊 所以它的自由度變成是列-1乘上行-1的自由度 變成是這樣的東西 那至於它的這個所謂的test value 它test value還是一樣啊 有沒有看到 還是用O-1的平方除以1啊 只不過當然這個時候變成是 你這個table裡面的所有的網格裡面的這些數據 都要把它做加總起來而已啦 那剛才只是一列嘛對不對 對不對 剛才我們的那個期望值跟空間值是寫在一列嘛 所以那個是一個維度的嘛 one dimension的嘛 那現在這個是什麼 現在這個是把它每一個都有 每一個都有觀察值都有期望值 然後一樣把它把它怎麼樣 把它相減平方除以1嘛 所以它現在就變成是一個二維的嘛 但是它二維的結果 最後去算它的減定值還是一樣用同樣的公式嘛 對不對 還是用同樣的公式 所以還是用O-1的平方除以1 然後得到它的一樣開square 那只不過這開square的這個自由度要注意啊 剛剛說過它的自由度是什麼 它自由度就是行的個數減去1乘上列的個數減去1 這個就是變成它的自由度 然後一樣這個 這個反正這個開square這個是減定值 算出來之後 就跟剛才的那個critical value去做比較 最後可以得到結果 有沒有 所以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卡方減定 只不過現在是從一維擴充變成是二維 那這個二維的目前我們現在看的這個例子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 用來做可以做變數的所謂的獨立跟相應 因為如果這兩個變數 這兩個變數它的這個期望值跟觀察值很接近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說這兩個變數其實是有什麼 有它的相關性 那不然的話就是它獨立 那但是我們的獨立性的減定的 它的這個假設減定是什麼 假設的乘數是什麼 虛無是變數是獨立 這個要很記者 虛無的話是獨立 對立的話呢是相依 對立是相依 所以這樣知道嗎 就是說這個卡方減定跟剛才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什麼 適合度的這個減定其實都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現在變成是一個二維的matrix 一個二維的一個表格 那做法還是一樣 就是用觀察值減去它的減定值 減去它的期望值 然後去算出它的減定值 然後去做它的判斷 好 所以重點就是這個表你要把它弄出來 然後怎麼去用這個表去算它的期望值 期望值算出來接下來的算法都一模一樣 好我們直接看例子 剛才這邊我們已經看過了 就是說要看看醫院跟感染人數有沒有關係 所以三家醫院 然後呢每一個 這個某一個年的它的這個感染 不同的這種感染的結果 好所以你看它把這個表先列出來 然後呢 這個這一行的總和 這一行總和 這一行總和也算出來 這一列這一列這一列總和算出來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total summation 那這時候我們用0.05的α來看看 再檢定他們這兩個變數有沒有相關 好 所以接下來怎麼做呢 一樣步驟一先乘數假設 這是感染人數跟醫院是獨立的 這代表他們是不相關的 那另外呢我們認為感染人數跟醫院是有相關的 好那接下來先算quitical value 那α是0.05 那這時候自由度要注意 因為它這時候有3加醫院3種感染 所以變成是 行的數是3 列的數也是3 所以3-1乘上3-1 就變成2乘以2 所以這時候自由度是4 自由度是4 然後呢 你就會算出它的critical value是9.48 類似這樣 然後接下來要算它的這個減定值 減定值的時候 你要首先要先去算它的期望頻率對不對 那期望頻率 像這時候因為有剛才有幾個 有這3乘3所以有9格嘛 所以你要算出9個期望頻率 9個期望頻率 好所以第一個 它的期望頻率是多少 就是利用119乘上246除以582 119是什麼 這一列的對不對 第一列的 乘上246是第一行的 然後呢相乘除以582 得到結果就是這一個 這個網格它的對應的它的期望值 算出來是50.3 那其他的什麼 就以此類推啦 所以這個時候說實在 寫一個電腦程式去算的應該很快 用兩個回圈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還記得怎麼寫嗎 順便考考你們電腦程式語言 可以用這個寫就寫 你可以算出來 好 算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這張表 那就像剛剛說的 這個一個是觀察值 瓜虎裡面的是期望值 然後接下來呢 你的算法一樣是 歐減去1的平方除上1 所以你這邊要算9個 算出來結果是多少 30.698 就這樣而已啊 算完了之後呢 30.698 跟我們的這個 quitical value是9.488 比起來更右邊啦 非常右邊啦 這個當然是示意圖 應該非常右邊 所以當然是落在拒絕域啦 那既然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代表怎麼樣 感染人數跟醫院有關係喔 所以代表這三家醫院 可能是 之間是有好有壞喔 差很多 因為好的醫院照理說 感染人數會少一點 好 那你也可以用p-value 同樣的用 chi square distribution.rt 去算出來它的p-value 算出來非常小 你看是3.5278 乘上10的-6次方 有沒有 這非常小 這非常小 你的alpha雖然是0.05 但是它更小 10的-6次方了 所以遠小於它 所以當然我們是落在拒絕域 所以我們就拒絕虛無假設 OK 所以跟剛才的假設 卡方檢定是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它現在從一圍變成什麼 一圍變成是二圍而已 但是在算二圍的過程中間 要注意它的什麼 要算它的期望值怎麼去算 要算它的期望值怎麼算 兩個那麼高興啊 參觀你的畢業紀念冊 迫不及待要畢業了 你沒辦法畢業 你就要用同等學歷了 我跟你講 好 好啦 這個 概念知道 好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來 唸一下 來 一名 這個嗎 我這個嗎 就是這個啊 你怎麼比啊 我這個 你怎麼會不及 你怎麼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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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 我那天 你怎麼會在 然後 標本 人變成標本 我幫你做成標本算了 然後這個只是一樣 所以是兩個變數對不對 一個是什麼 性別 一個是運動 運動的 運動的類型 所以他先把他的資料 先把他呈現在這裡 所以縱軸是男性女性 橫軸是足球棒球取棍球 那一樣把他的各個 每一列的總和跟每一行的總和先算出來 還有total的總和算出來 那接下來就是要去看看他說 那性別跟運動偏好有沒有關係 這個應該也很直觀嘛 雖然他是一個二維的 但是他其實也是蠻簡單 所以他的主張是什麼 運動偏好跟性別是沒有關係的 是獨立的啦 這不會因為男生可能會比較喜歡什麼球 女生會比較喜歡什麼什麼運動 對不對 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先看他是獨立的 然後他認為是有關係的 所以是他主張 是相依的有關的 那接下來去算他的這個什麼 step 2 就是應該算他的cv critical value 那critical value alpha是0.1嘛 那這邊接下來自由度要注意 這個卡方檢定的自由度的時候 這邊一個是兩個category 一個是三個category 所以他自由度變成只有多少 2-1乘上的話 3-1 所以變成自由度只有多少 2 所以這樣的話你帶進去 α0.1自由度是2的時候 他的critical value是4.6 4.605 那接下來就算他的這個 呃 期望頻率啦 那期望頻率剛剛說的算法 就是剛才的這個方式 利用第一列的sumvention 乘上第一行的sumvention 再除以他的total的結果 可以算出來他的這個 1 explanation 1 e sub 1 以此類推把他算出來 那算出來之後呢 然後你再帶入這個減定的公式 可以算出來他的減定值是2.385 那2.385跟你的4.605呢 就比較怎麼樣 比較靠左邊嘛 所以這個是落在非拒絕域 那落在非拒絕域 所以當然我們就無法拒絕虛無假設了 所以代表男生跟女生的運動偏好有沒有差別 沒有差別 對不對 好 所以同理你也可以用p-value 那p-value算出來結果是0.303 那0.303當然大於0.1啦 所以他是落在一樣 落在非拒絕域 同樣的東西 好 好 那這個題目當然 我們剛才的這個題目也好 或者是剛才前面的那個什麼 醫院的感染的 你同樣的 他還是可以用剛才的那個 chi-square test 那個函式 你還是可以用他來做 還是可以用他來做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才的那個例子 這個是剛才的那個醫院感染的例子 這個是他原始資料 然後一樣你去算他的什麼 算他的這個每一行的summension跟每一列的summension 然後他的total 然後算出來之後你再去把他的什麼 把他的這個期望值 那他的期望值呢 的算法就剛才說的一樣 這一列 這一列的summension乘上這一行的summension再出於他的total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個值就是對應他 這個乘上他出於這個 就得到他的這個期望值 那有了這個期望值之後呢 你就把他變成是兩個 就變成兩個 就是兩個表格嘛 那接下來你就可以去算他的 利用這個什麼 利用他的chi-square test 一樣好 剛才我們的chi-square test 是只有一列一列嘛 對不對 那他這裡面一樣 actual range 這時候range可以是變成是一個matrix 那這是他的實際的觀察值 那這是他的期望值 算出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他的這個 這個這個值 那這個值當然我們說過是什麼 這個值算出來 3.53085乘上1的-6 這算是什麼 p-value嘛 對不對 那這個p-value 你知道之後 你可不可以算他的quitical value 也可以啊對不對 quitical value怎麼算 再把它invert回來就好了 把chi-square invert 但是是記得是右尾的啊 那他的自由度剛說過是4嘛 是4所以把它算出來30.696 這個跟課本的應該都一模一樣 觀眾 所以今天你不管是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用來檢定這個分配的適合度 或者是用來做這個獨立 然後變數的獨立性 或者待會我們要談的比例的不同 多個母體的比例一致性檢定 你都可以利用chi-square test 這個函式直接去算他 不管是一圍或是二圍都可以 這樣這個OK嗎 那這個好處是什麼 這個好處就是少了你去算什麼 少了你去算他的那個 減定值啦 因為你只要把他的期望值 自己要稍微花點時間去把它算出來 把他期望值算出來之後 代入函數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OK 有沒有問題 找到這個是這個是觀察值啊 然後這是他的期望值啊 那他期望值怎麼算 就是利用他每一列每一行的summation 出於他的total的 這個可以算出他的期望值 所以這個地方要稍微花點時間去把它打進去啦 那接下來就很快了 好不好 所以這個 你課本 要花一點時間去算他的這個 課本這邊是花一點時間去算這個東西啦 他等於是幫你這邊就算出來了 OK 好 沒有問題吧 來 然後比例一致性檢定 比例一致性的檢定 我們在第九章有談到過 他是可以利用 如果是只有兩個母體啊 你從兩個母體去取樣出來的樣本 去算他的比例到底是不是一樣的話 那時候我們可以直接用計檢定去算他 用計檢定去算他 那利用計檢定算他完 當然就可以 可以檢定他的虛無跟對立 那但是如果你是 超過很多母體 像是這邊這個例子 你要知道大一跟大四的學生抽菸的比例 嗯 抽菸的比例 對不對 那這就會變成是有四個母體啊 大一的學生是一個母體 大二大三大四 那他的比例 就是每一個年級他都有不同的比例嘛 對不對 所以大三的比例是多少 你知道他是什麼 抽菸的比例的話 你認為會多少 現在學生會會長是大幾的 大三的 大三的這樣 我昨天就看到他在抽菸 學生會會長 不知道是哪一系的 還長得蠻英俊的 昨天開完會就看到他在旁邊抽菸 然後跟一個女孩子也在旁邊抽菸 不知道是他女朋友 可能也是學生會的 好啦沒關係啦 其實現在抽菸 抽菸的人還蠻多的 雖然不太好 但是還是少抽一點 那美國人其實抽菸更多啦 美國人的抽菸比例真的是 唉 受不了 所以反正這邊就是四個母體嘛 四個母體你去取樣出來 然後你要看看他抽菸比例是不是相等 那這個東西我們以前的Z減定呢 只能最多是倒兩個啦 所以超過三個你就沒辦法 那沒辦法的時候我們怎麼辦 就可以利用卡方來檢定他啦 所以這個不同母體當然是超過兩個以上 大於等於三 是不是有一樣的比例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利用卡方 一樣同樣利用卡方檢定來做這件事情 那一樣卡方檢定 你要先有一個虛無假設 那虛無假設的話 他就是先假設他四個 假設這個例子是四個嘛 那這四個母體所抽出來的比例是一樣的 都一模一樣 四個都一樣 這是他的虛無假設 那只要有一對不一樣 那就是變成是對立假設 至少有一個跟人家不一樣 那就是一個對立假設啦 OK 好 那整個一致性的檢定跟卡方的獨立檢定都一樣 他會變成也是一個二維的表格 然後也是要利用所謂的列連表 contingent table 用列連表的概念去做他 所以程序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現在把原來的這個觀察值 現在變成是一個比例的概念 其實比例說實在 機率 就是說他的這個觀察的樣本 某種程度 其實就可以換算成一個比例的東西 所以其實大同小異 只不過現在換成是用一致性 好 直接看例子啦 來 再來 唸一下 來 陳柔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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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覺得呢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收入越多會不會越快樂 快樂 其實這個是一個快樂 你怎麼去衡量你快不快樂 這是一個感覺問題嘛 對不對 好 那 其實在統計裡面 有一個 有一些更複雜的一些方法 他們叫做多變量的 加上一些所謂五母素的等等 好像就是有一些比較複雜的方法 他可以去想辦法去量測 人的一種叫做什麼 感官知覺的一些問題 所以像快不快樂 他可以去用一些 因為快樂這種東西 好不好去量測 當然這個感覺就是你自己感覺嘛 我沒辦法去幫你去量測這個東西啊 或者是說我滿不滿意 對這家公司 對這個百貨公司 或對某個產品 我滿意 我對他滿不滿意 這種東西都是一種 個人的感官知覺嘛 或者是說我對某一個人 我愛不愛他 愛也是一種感官知覺嘛 這種東西都是很抽象的東西 對不對 感官知覺的愛啊 滿意啊 或者是快不快樂啊 這些都是一種知覺的東西 那當然你個人馬上就可以做回答嘛 而且你做回答的時候 搞不好還跟你當時的心情也有關係啊 對不對 像雖然他搞不好說他非常快樂 搞不好隔天他會碰到什麼事情 他就變不快樂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不太好去量測 那但是在統計學裡面有一些方法 他現在是想嘗試著想要用一些 因為這種不好量測的變數 他想辦法用一些其他 跟這個不可量測變數之間 有一點關聯性的可量測變數 來詮釋這樣的一個感覺啊 其實是有這樣的方法啊 有這種方法 那這種方法其實現在在科學研究裡面 也用滿多的啊 那他這些方法可以透過一些 可以量測的一些變數 然後來最後組成一個數學模型 統計模型啊 然後來量測這個不可以 不好被量測的這種 所謂的感官知覺的這種東西 這種變數 滿特別的啊 這個只是讓你們知道 其實是有這種東西 我們之前正好有研究室 就是有一個學生做一個 因為我上禮拜不是去香港嗎 上禮拜去香港開會啊 去開一個是跟我們海洋比較沒有關係 是航運 是比較屬於航運管理的啦 航管的一個領域的一個研討會 那在裡面呢我們談的是 我去報告一篇一篇研討會 就是我們的學生 他做的 他就是在量測這個 所謂的 量測什麼 量測這個 你知道現在我們不是高雄港 還有全台灣的港 都在推那種叫做 叫綠港對不對 Greampore嘛 這個應該是我們 陸小雲老師 他們之前有幫港務公司 在推的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 Greampore當然好處是什麼 你應該有聽過這個名詞吧 什麼叫Greampore 對啊 就是反正就是對環境友善 對生態友善的一個 港部的操作的一個方式嘛 對不對 那Greampore 這個東西就代表你公司 或者一個企業啦 你要做這種所謂的 綠色的這種所謂的 就是綠色的措施 做這些行為 當然對環境是友善的 但是這種Greampore 或者是叫Greampore 這種綠色的這種作為 對你公司的競爭力有沒有影響 對你的競爭力有沒有影響 那當然這個是 這幾年很多人在談的一個話題 會不會你因為 因為你要做一些所謂的 Greampore 你要做一些綠色的設施 你總是要投入一些資源嘛 你當你額外投入這些資源 去做這些Greampore 或者所謂的Greampore 這種東西的時候 會不會對我的公司 整個operation會造成一些 額外的衝擊 而使得我的競爭力下降 那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研究的議題啦 那當然有很多文獻認為說 不會 有些很多文獻認為說不會 有些文獻說你綠色 因為你做了一些綠色的這些措施 所以你的公司的形象就變得比較好 那你的公司形象變好 也許人家就會來你這邊消費 或是買你的東西 類似這樣 那你反而競爭力會提升 也許會是這樣的東西 那當然我所謂的這種東西 就是見仁見智嘛 那競爭力這種東西說實在 它雖然有時候是可以去量測的 但是 就是說它有時候 對某些人來說它是一種感覺啦 我感覺 我公司因為做了這個東西 我的競爭力有沒有提升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有做了一個study 因為雖然綠港是目前好像從上而下 所謂從上而下就是管理部門 就是我的決策的人說 為了因應時代潮流 為了要什麼什麼什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所以我就是所有的港口都要做綠色港部 這樣一個措施 這個是從上而下的 但是你的底層的基層的員工呢 或者說你的配合的廠商呢 他們願不願意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弄了一個study去看看 探討說 我如果先來了解我的基層員工 他的某一些想法 他們認為這種所謂的綠色港口的措施 到底對我們港部的競爭力有沒有提升 我們去了解一下 也許可以給港部公司做一個參考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study 當然也是用問卷用統計的方法 按照我說的剛才有一種 比較特殊的方法可以去量測 是說這種感官認知 就是這些基層員工他們認為 競爭力到底有沒有因為綠色港部 而有所提升 那我們做出來結果發現 當然大部分的還是認為說 綠港應該是不錯的一個措施 但是他們反而會擔心會影響到競爭力 然後他們擔心什麼 因為他們認為綠色港部裡面 有很多東西是要去所謂的 跟叫做外部的綠色連結 那所謂的外部 他們就牽涉到所謂的公司 有所謂的內部的操作 跟外部的合作 那內部的就是自己內部管好就好 就叫內部的 他認為內部合作 綠色的這種綠色的措施很重要 因為這個可能會影響到競爭力會影響到什麼 但是還有一個外部的合作 外部合作就是強調是什麼 強調是要跟你的內部 跟你的周圍的社區 要去做一些連結 就是等於是 就像以高雄港來說 他變成必須要去跟高雄市政府 要有一個合作 他必須要幫周圍的居民去 去設置一些所謂的綠地 或者去做一些環保設施 包括什麼空氣品質監測 或者是水污染品質監測 或者是噪音監測等等 他必須額外去做一些 額外的這些所謂的外部合作 那他們很擔心 因為外部合作 會造成我的綠色的 我的這個港鋪的競爭力變差 所以這種東西是 也許他們不會在訪談裡面去呈現的 但是如果透過我們這種問卷的方式 去了解他們的這種想法 那他就會感受到說 這種Greenport某種程度可能在 對我的港鋪競爭力是會有影響 那當然這也不是所謂對跟錯的問題 這個是代表他們的一個認知 這只是一個群體 這是我們所謂的叫Stateholder 權益相關者的認知 那他們有這樣的認知 雖然因為Greenport是從上而下 並不是從下而上的政策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說 那所以你的基層員工 既然有這種擔心的話 那你港共公司就想辦法 應該要去了解一下 問題到底是什麼 然後應該要怎麼樣去改善它 因為畢竟 整體來說 所謂的綠色 Greenport這個政策 基本上 還是應該有它的所謂的 對企業的競爭力的正面的一個影響 那只不過是你基層員工 因為有一些擔心 那這些擔心你怎麼樣去把它做一些修正 怎麼去做一些處理 然後透過一些管理措施去管理它 那才能夠去改善這種所謂的 比較不是那麼正確的認知 那這樣的話 整個港鋪的營運才會更好了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類似 像我們說的這種快樂的概念 那當然只不過我們這邊 沒有講那麼複雜 我們這邊只是在談論說 這個快樂跟收入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你們覺得應該會有關係嗎 有越有錢應該是越快樂 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支配的薪水越多 你是不是應該越快樂 還是不一定 那反正這個也是見仁見智 那見仁見智我們就是用數據來看看 那你現在只是挑100個人 那這100個人 說實在也只是代表那100個人的概念而已 它也不是代表整個母體的東西 所以這樣子的話 100個人 所以我們就把它的資料 我們把它的資料先把它寫成這個表格 所以這也是一個contingent table 也是一個列連表 所以它的橫軸是什麼 橫軸是它的這個收入 收入的category 所以總共有分1、2、3、4 4個category 然後呢 縱軸就變成什麼 是否快樂 是否 是否就是一個比例的概念 是否快樂 好所以 所以先把它的這個 它的列連表 先把它寫出來 那這裡面呢 它說24%說yes 那它當然取樣數都啊 取樣數是100人嘛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邊就變成是24 所以你把它的比例 24%的比例就換成 一樣換成頻率了 換成是一個個數 發生的次數 所以yes代表快樂 那no是76 然後以此其他的 都是百分比把它換算成什麼 換算成頻率了 所以先 它雖然是在講它的比例 雖然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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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無對立假設是 虛無假設是 假設它的比例是一樣 但是比例是一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們 要寫這個列連表的時候 還是先把它轉換成是 它的頻率的東西 轉換成頻率 所以要先把它的這些 抽樣的樣本數100 乘上它的比例 就變成是它的頻率的東西 好啦 所以這樣的話 你去把它算出來 先去把它弄出 它的一個 continuous table 先弄出來 弄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一樣 就是做它的這個 主張的假設嘛 所以虛無的話就是 p1到p10都一樣 那對立的話呢 就是有一個比例是不一樣的 那接下來一樣求零介指 那這個時候一樣是 列的跟行的 各數各-1相乘得到它的自由度 那列是 列是有兩列嘛 因為只有yes跟no 所以只有yes跟no 是兩列 那2-1 然後呢 Colin有四個 4-13 所以它的自由度是3 所以算出來它的臨界值呢 代入0.05 然後自由度3 算出來 cv 7.814 然後接下來就算它的這個減定值啦 那算減定值一樣啊 那我們要先算它的期望值啊 那期望值的算法跟剛才一樣啊 剛才一樣就是什麼 你的這個1-1 這個東西 這邊的期望值是多少 等於這個100乘上你的144 再除以它的400 這就是它的結果 好 那這樣你去算 你就會發現 其實算出來的結果 因為你看第二個 它這邊幾乎會怎麼樣 你最後算出來的結果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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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一樣 都一樣啊 因為它都是 都是144乘100嘛 都是144乘100 然後呢 第二個呢 都是64 所以代表它的期望值都是一樣的 四個期望值都是一樣的 就代表它的 跟我們的虛無假設應該是 期望值是一樣的嘛 所以它算出來的結果 應該都會是一樣的 那算出來一樣的話 那一個是36 一個是64嘛 36 64 一樣的東西 那換算成100啦 當然因為它長得取樣是100人 所以這邊就是36個 64個 所以這個是它的觀察值 這是它的期望值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 同樣的檢定的方式 去算它的test value 那test value 一樣就是利用 O-1的平方處1 然後一樣就可以算出來 算出來它的期望值是 它的卡方檢定值是14.15 好 14.15跟我的這個7.8 它遠超過它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是落在哪裡 落在拒絕欲 還非拒絕欲 那 落在拒絕欲嘛 對不對 那落在拒絕欲 所以我們就拒絕什麼 虛無假設啊 拒絕虛無假設 所以代表怎麼樣 這100個人告訴你什麼information 他們快樂的比例有一樣嗎 快樂比例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可能是 越有錢人越快樂吧 是這樣的東西 反正它也沒有告訴你這個information 它只告訴你說 因為你的假設是只有這個 所以它只有拒絕虛無 所以代表這四個比例是不一樣的 就這樣 至於哪個比例多哪個比例少 你可能就自己去畫圖去看 會比較清楚 OK 好啦 所以這個是一樣的東西 那 這個觀念體應用也是會自己看一下 好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第11章要談到的東西 就是卡方檢定 那卡方檢定它可以用來做什麼 可以用來做這個 可以用來做這個 分配的這種所謂的適合度的檢定 這是一維的 那二維的部分就可以用來做 變數的獨立或相關 還有甚至比例 多個母體的比例的一致性的檢定 剛才這邊有一個題目 這邊有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其實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剛才我們那個只有比例是什麼 我們剛才這個比例是只有 快樂或不快樂 兩個而已 然後這個category 其實它這個比例 還是可以分到三種類型 像這種可以所謂的同意 不同意還有不清楚 甚至它可以分成三個category 所以它比例其實是可以分成 不是只有yes跟no而已 不是只有yes跟no 它是可以分成不同比例的 所以像這邊 衛星天線 所以這個有分成同意不同意跟不清楚 所以它可以分成三個 或者甚至更多都可以 所以它比例是可以去分不同比例的 不是一定只有yes跟no 不是類似binomial 不是二項式的分配 而是它可以分成很多種 好 這個就是我們第十一章的部分 好來 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考試就見真章了 我們再來看第十二章 我們再來看第十二章 十一章跟十二章的計算 其實都可以直接用Excel去算 所以反而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觀念 是觀念的東西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觀念的東西要注意 第十二章也是類似一個 檢定 假設檢定的東西 但是它現在就變成叫做 變異數分析 那變異數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對不對 就是variance 那variance代表評估什麼 這個數據的集中程度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變異數分析 來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之前其實可以 它這個變異數分析 又分成什麼 單向的跟雙向的 那單向跟雙向有差別 那特別是我們會 花多點時間在談單向 那單向的變異數分析 基本上是在談 平均數有沒有顯著差異 那平均數有沒有顯著差異 其實我們一樣在第九章 也有談過 兩個母體的平均數有沒有顯著差距 它不外乎可以用Z檢定 或者T檢定去看它嘛 對不對 平均數啊 我們現在講平均數啊 兩個母體的平均數 要檢定兩個母體的平均數差異 如果你知道母體的變異數的話 你當然可以利用Z檢定 那不然的話 如果不知道你就要利用T檢定 對不對 那是兩個母體啊 但是如果你今天超過三個母體 就像我們剛才在檢定那個比例 是超過三個以上的比例的這個檢定的話 那原來的那兩個 原來的第九章的方法 就沒辦法用了 所以這個變異數分析 這時候是用來檢定三個以上的平均數 有沒有顯著差距的 所以它還是在做檢定 只不過它檢定的場景是什麼 當你有三個以上的平均數 有沒有顯著差距的時候 我們這時候可以利用1位 單向的變異數分析來做它 而不是用之前的所謂的T檢定或Z檢定 因為之前的T檢定跟Z檢定 只能做兩個變數 兩個母體 兩個母體的平均數的差異 那另外我們也會談到所謂的如果 如果變異數分析 如果它的 如果沒有相等的時候 那代表它們平均數有差異 那哪個差異是 就是說它到底是哪個差異是比較顯著的 可以透過一些另外一個檢定去做它 那最後我們會稍微談一下雙向 雙向的變異數分析 好 先來看看這個變異數分析 那我們的變異數分析呢 之前也有談過就是說 如果你有兩個母體的變異數分析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用什麼 F檢定對不對 之前有個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也可以用來做變異數分析 有沒有 那個是從單一母體去取樣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做卡方檢定 但是如果你是兩個母體去取樣出來的時候 你的變異數的差距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利用什麼 利用F檢定 代表它是一個分配的東西 這些基本的東西要搞清楚 節目考不一定是計算很多 有時候是觀念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你們這些觀念要搞清楚 F檢定 可以用來檢定兩個變異數 檢定兩個變異數 但是我們也可以再進一步來應用F檢定 來檢定三個以上的平均數 可以這時候 F檢定不是用來檢定變異數 它雖然是變異數的概念 但是它是用變異數的方法來檢定平均數 來檢定平均數 這有點奇怪對不對 平均數 我們以前的檢定就是用平均數嘛 對不對 我們的所有的Test Value 都跟平均數有關係啊 那現在反而當你超過三個以上的平均數的時候 你反而是利用變異數來檢定它的平均數 這個是類似一個替代的概念啊 因為如果你要去三個樣本的平均數 你要去比較它 基本上你變成是要兩兩去比較啊 如果你要用原始的方法 即檢定或T檢定 是要兩兩去比較 那也麻煩啊 所以統計學家就想到說 我們可以用一個替代的方式 我們不直接去看它的平均數 我們反而利用它的變異數去看它 到底平均數有沒有差距 那當然這有它的理論的依據啦 對我們來說我們只是要使用它的話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是利用F檢定 它雖然是檢定變異數 但是我們可以利用變異數的方式來檢定 反而多一點以上的平均數的概念 這樣的一個技術叫做變異數分析 變異數分析 這有點類似像說我們在 像我們有時候在 之前不是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叫什麼 那時候大陸不是有一個什麼 奶粉不是說為了他們有添加什麼 一種工業用的原料 三聚氫 那為什麼要添加那個 因為它添加那個東西可以讓檢驗 我們如果要檢驗奶粉的那個什麼 蛋白質還是什麼 因為你可能檢驗蛋白質它必須是用一種替代的方式 它不是直接檢驗奶粉的蛋白質 而是透過一個什麼 一個替代的一個方式去檢驗它 那如果那個三聚氫氫加進去的時候 可以讓那個檢定的數值會變得比較高一點 相對它的所謂的什麼蛋白質就高一點 類似有這種概念 所以有很多我們東西在檢定的時候都不是直接去檢測它 像BOD 你們做過BOD嗎對不對 BOD是什麼 深化需氧量 但是BOD其實它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BOD代表的是我們需要呈現的是它概念是什麼 是水裡面的什麼有機物的含量 是不是有機物的東西 是嗎 你們不是都在做很多環化實驗 BOD要代表什麼 BOD不是代表是個水中的有機物的容量嗎 BOD越高代表裡面的水中的什麼 有機物越高嘛 那水中有機物越高是代表好還是不好 對不對 是不好啊 是不是 所以 那你有沒有直接去量測水中的有機物的容量 濃度是多少 沒有啊 你們做BOD怎麼做的 測溶氧 測溶氧啊 沒錯啊 你們BOD是不是測溶氧 所以你是用它的什麼 耗氧量 有機物會去耗氧的這個行為 然後去量水裡面的溶氧來決定它的BOD 所以你等於是利用溶氧來 取代真正去量它的什麼 有機物的濃度啊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不是嗎 你們黃話在學什麼 會做實驗就好了 先把它做出來 老師告訴我這麼做就對了 要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你做它的溶氧就是要檢定它的有機物啊 因為溶氧跟有機物的消耗是有關係嘛 所以我們不是直接測它的有機物的濃度 而是測它的溶氧的濃度嘛 溶氧的消耗的情形嘛 來代表它的有機物的濃度啊 這種就是一個替代方法 所以我們這邊的意思也是一樣啊 你的變異數是雖然是來量變異數 但是我們今天要量三個以上的平均數的時候 不好直接去量它 所以我們就利用變異數的方式來量它 類似這種概念啊 那這種方式叫變異數分析 那當然我們之前談到的兩個平均數的檢定 如果你沒有知道它的這個母體的變異數 你當然用T檢定啊 不然就是如果母體的變異數知道就用G檢定 對不對 好那one-way我們做的一個叫單向變異數分析 英文叫做one-way analysis or variance test 那這個有個名詞簡稱 這個簡稱以後你可能會聽到蠻多的 叫做anova anova 有沒有聽過這名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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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會常聽到 anova 那one-way 那另外還有一種two-way的 叫two-way ANOVA 那這個是另外我們待會兒會看到的 這是one-way ANOVA 主要是在檢定三個以上的平均數是否相等 它的功能性 它主要的功能性one-way ANOVA在這裡 那two-way two-way ANOVA 是在檢定兩個變數 那兩個變數呢 我們就可以來探討兩個獨立的變數 他們之間的這個相互影響的交互影響的關係 或對某一個變因的影響關係 那個叫two-way two-way ANOVA 好那至於one-way ANOVA怎麼做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個教學課繼續講 松任 非常用心的 有意識相對 有意識相對